问各位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片子会出现满屏幕的马赛克呢 那些想说爱情动作片里同学 请你主动投案自首啊 小夏我已经拨通了龙翻式110报警电话啊 刑警队长林涛正在赶来的路上 现在我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满屏幕自带马赛克的片子 就是犯罪剧粉丝大爱的国产IP系列 法医勤明 还记得两年前 法医勤明手部曲第十一根手指 刚刚上线播出 就让无数观众换上了神经分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就在于演员和剧情 李线扮演的逼格满满的刑警林涛 张若云扮演的鬼手佛心的法医勤明 让无数粉丝抱着屏幕表示 就出这颜值啊 我要舔平一个辈子 然而当油炸鸡爪掉落在地上的时候 上一秒还在舔平的粉丝们都吐了 接下来的画面就更加开胃了 什么大腿骨头盖骨 什么尸块尸斑尸律啊 都是应有尽有啊 所以法医勤明的镜头里 常常看到的是 上半节站的是男神 下半节躺着的是男尸啊 这样歌里的画风就问导演一句 你让粉丝这瓶可怎么舔 吻得好 我这眼睛继续舔呢 在开上了自带马赛克特效的时代后 法医勤明第二部 清道夫终于再次亮相了 就在粉丝们兴奋地高喊 男神回来喽开发喽的时候 正部剧的演员就来了一次荡幻学 法医勤明从张若云变成了刘东信 刑警林涛 从李线变成了刘畅 女主也从扮演李大宝的焦俊燕 换成了扮演刘士宇的余沙沙 刘畅余沙沙 这两位80后的老演员 还算小有名气 但94年出生的刘东信 就让很多追剧的粉丝一脸懵逼了 你谁啊 哪位啊 你是不是走错剧组了 把我的小和尘 我的秦明还给我 相比很多粉丝 对于法医秦明演员的调整 不能忍 小霞在熬夜追剧八集之后 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如果不看脸 这部剧还是挺下饭的 因为清道夫的杀人故事 更加紧张刺激 故事开篇 场景就设置在了女更衣室里 虽然裸体什么的都不要去奢望了 但伴随着潺潺的流水声 以及若隐若现的画面 我们还是可以拿到那脑补的呀 控制一下情绪啊 凶杀案是一件很压素的事 臭流氓 你把裤子穿起来 你想什么呢 随着浴室女尸的曝光 一起扑朔迷离的奸杀案 摆在了法医秦明的面前 最先崩溃的就是公司保安小哥 在证据面前 他很快交代了自己 曾经疯狂迷恋死者 却因为身份低微被嫌弃 当他发现自己的女神变成女尸之后 这个变态想到的不是报警 而是 不说了 想想都觉得恶心啊 既然保安没有杀人 那么真凶肯定另有人在 通过秦明在尸体中检查出来的体验 警方锁定了另一名嫌疑人 这个男人堪称人渣中的人渣 猎验性侵还喜欢杀人 就在警方发出通缉令的夜晚 人渣男人正手拿着铁锤 走向下一个牺牲品 然而 等到警方通过监控赶到案发地 他们发现 悬在半空的尸体不是女人 而是被农装淹抹的 人渣男 更让秦明和林涛感到费解的是 凶手不仅要了人渣男的命 曾经的作案工具 也一并被凶手没收了 凶手拿走人渣的小丁丁 干什么用呢 废话 当然不会用来泡酒啊 现场先红的清道夫三个字 似乎说明 凶手不仅仅以杀人为乐 更像是这座城市的地下清理者 那些逃脱法王的罪人 最终会成为清理的对象 除了地天行道 清道夫同时也在向警方 特别是法医秦明宣战 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拉开了大漠 从故事结构上讲 清道夫走的还是 名侦探柯南的老套路 工腾心医想要一边破案 一边查出黑衣人的真相 而鬼手佛性秦明 同样在一系列的日常案件里 抽丝拨钱 要找出清道夫的真面目 所以当镜头给出半个谜底 清道夫居然是一个 红衣女人的时候 小侠有的兴趣 早已曾吐槽野人的演技 变成了好奇最后的真相 紧随气候的第二起灭门惨案 虽然和主线无关 但也是噱头十足 女妇婆勾引健身教练这种事 从来都是社会新闻的头版头条 没想到居然还真的被拍出来了 某天深夜 豪宅内闯入蒙命难 同样是手拿铁锤 同样还是大锤八十 小锤四十 一家老小 从楼上到楼下 分分钟全都被敲成了死人 警方一开始认定 健身教练嫌疑最大 最后却发现 居然是丈夫贼喊捉贼 原来如今身为公司副总的男人 曾经只是富婆的贴身司机 结果老司机开车技术太好 就开到了老板娘的床上 成了吃软饭的傀儡 然而和男人永远喜欢十八岁的女人一样 女人也永远都爱八块腹肌的男人 富婆把公司叫给男人打理 自己却忙着和健身教练偷情 男人看在眼里 痛在心里 忍了 但他得知自己养了五年的骨肉 居然是隔壁老王的孩子 戏当地的男人 忍无可忍 男人假装加班 回到家中 正好来个捉奸在床 那一幕 事完事上有几个男人 控制得住自己手中的铁棒 铁锤 几锤子下去之后 整个世界清静了 斩草除根的男人 把健身教练 塞进了行李箱 扔进了河里 要不是秦明和刘诗宇 发现了现场血迹泼洒的异样 这秦明案恐怕又要成为一桩悬案 说完剧情 我们聊聊本片的不足 第一点 青年演员做主角 让角色的存在感降低了不少 但制作方摆明了要捧新人 我们也只能贪守祝福咯 继续安静做一名吃瓜的群众 毕竟 发一秦明系列的魅力 在于死人 而不是活人 第二点 限于网络剧的制作成本 本局在细节上漏洞百出 比如健身教练为何 打不过老司机 选择束手就擒 比如 塞进一个上百斤成年人的行李箱 能否轻松抬起 再比如 女主刘诗宇的床单 居然和肩夫淫妇的床单 是淘宝同款 相比青道夫是谁 以上这些 才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谜题啊 最后还是想说 对于国产犯罪剧 我们还是要抱有一颗宽容的心 要相信年轻人的潜力 不要因为自己吐槽 一时爽 毁了他们未来的心土 面对网络上不屑于耳的批评声 刘东庆小伙子心态都已经崩了 不信 不信你看呢 什么 我去做鸡 我去做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